男人的手臂突然变成机关枪 下一秒从枪口喷出奥利给 搞得捞头惊慌到了脚底 就在他绝望捂住自己的脸 突然发现脖子上竟然有开关 没多想的捞头直接按下去 挖掉 脑袋直接被一分为二 并且里面的硬盘还在高速运转 捞头忍不住照了照镜子 直接被自己的嗨样吓到 结果下一秒更多的武器被激活 妥妥变成了一副机器人 捞头也想不通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马上跑到大街上散心 半路上看到一只野鸡奄奄一息 看他的样子肯定活不成 于是就想捡回去晚上煲汤 谁料下一秒便出现三地成像 直接可以看出野鸡有严重盛亏 只见捞头只是吹了一缕隔夜口气 野鸡瞬间变得活灵活现的 立马像没事人一样飞走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此后捞头貌似开了挂室了 只见他听到一阵阵求救声 很快他顺着声音来到一家医院 原来有为母亲的孩子有危险 捞头趁老村医不注意潜入病房 二话不说用手捂住男孩脑袋 并持续给他输送暗黑能量 三五分钟后死去的男孩奇迹般醒来 变成正常过正常的正常人 就连从业八十年的老村医都惊讶不已 原来捞头昨天才检查出绝症 老村医告诉他活不过一个月 谁料就在他带金毛出去散心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下一秒一颗巨大陨石从天而降 却意外让捞头拥有了不死之身 如果你有这样的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